各位朋友們,大家好!安安,大家好!我是蘇坦,歡迎來到今天的節目! 今天,我有邀請一位特別來賓,就是目前人在奧德薩的王吉賢 王先生,您好!歡迎來到今天的節目! 你好!你好斯坦! 真的是很不容易啊,現在戰爭中,您選擇留在烏克蘭 那我希望今天可以跟你聊一下最近歐武戰爭爆發的時候,在烏克蘭當地的狀況 以及您個人的經歷,如果您有什麼事情要跟觀眾說的話,也非常歡迎 那首先,您剛剛不是跟我說,您現在要做一個聲明在開始之前 這段時間呢,我確實接受了很多不同的媒體的採訪 其中呢,他們有各自不同的媒體的觀點和立場 我接受採訪絕對不等於我認同了包括您和所有媒體 他們之前的觀點,其中甚至有些觀點我是反對的 但是我也必須要尊重您的話語權和人權 所以今天呢,咱們只聊烏克蘭這兒的事兒 是的,當然就是互相尊重嘛,然後我覺得您的個人經歷 以及您現在人在烏克蘭是很值得跟我的觀眾分享的 那即興我想請問一下您當初是怎麼到烏克蘭 為什麼選擇這個國家,而且怎麼到了奧德薩 就是奧德薩是很漂亮的城市在海邊對不對 當初是怎麼決定到那邊 對,這個說來話長,我得從好幾年前開始倒了 我是做IT的,我們是有一個研發團隊 那最早呢我在這兒有一個兼職的,最早兼職的一個研發團隊 我們一直這樣遠程的工作了一年多 然後呢由於我們更多的業務往來 所以我們決定呢我們要增加更多的信任 要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我來這兒出差考察 這就是我大約四年前第一次來到這兒 因為他的團隊他們在奧德薩 所以我可不是來奧德薩去見他們嗎 對吧 然後我來了以後我發現這兒的人 確實非常的敬業,非常的勤奮 也有不錯的人才 所以我們決定了要更多的增加在這兒的投入 開展更多的技術合作 所以我每年都會來這兒幾個月 以至於四五年的時間過去了 就到了去年 我們有更長遠的在這兒的發展規劃 這純是業務問題 因為人家的程序員素質就是好 我就喜歡 當然啊,我說的不只是奧德薩 我說的更多的可能叫CIS 獨聯體國家地區 或者叫俄語地區 我們選在這兒呢 是因為我當時的Team Leader在這兒 我的同事裡有來自哈薩克斯坦的 有白俄羅斯的 也有俄羅斯的同事 這些都是不錯的人 都是文明理智的人 那麼由於我們的業務發展 所以我來到這兒 我們都在同一個時區內 我們都近距離的可以開會見面 這樣方便工作交流 所以我白搬到這兒了 當然有人可能 他們給我不同的編造故事 就陰謀論嘛 說我來這兒可能有很多政治原因 這跟那個 我覺得這個就 我就跟看笑話 看故事一樣去聽 那你對奧德薩人 以及對整個城市有什麼樣的看法 跟什麼樣的感覺 因為它的文化其實 跟整個烏克蘭來說 算是一個很獨特文化的地區 一個獨特文化的城市 對您問我的這個問題 其實真的就對我來說比較深奧了 我真的就是一城市員 我並不看不到奧德薩的全貌 和這麼多歷史的觀點 但是我可以很切身的告訴你 我怎麼去了解一個城市 我當然通過我身邊的人 去了解我的城市 昨天我的視頻中介紹了 我之前的視頻中也陸續介紹了一些 我身邊的人 亞歷山大 Irena Irena確實是我來奧德薩 見的第一位烏克蘭人 她在機場接的我 這個對我的價值觀的改變很大 因為在我以前的認知裡面 你說她很漂亮 倾國倾城的容顏 這麼漂亮的姑娘 按我們以前看 你就憑臉蛋吃飯 吃個青春飯 就能吃得很不錯 對不對 但是她是一個非常勤奮的人 人家非要憑本事吃飯 人家學電腦 人家要做項目管理 這是我對奧德薩第一印象 我們之前來著之前 我聽說過 這姑娘漂亮 臉蛋是漂亮 身材是美麗 但是來著之後 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說 我看到了一個內心乾淨的姑娘 她的心真的漂亮 打仗了 女孩 貪生怕死不為過吧 女孩可以離開烏克蘭吧 人家幹嘛呢 人家留下來做燃燒蛋 那是一個姑娘該幹的活嗎 那是一個模特兒幹的活嗎 燃燒蛋做完了 人家現在在幹嘛 人家在做慈善項目 誰不愛錢 所以這麼多年呢 我覺得我們相互在彼此身上學習 也發現了相互的 叫人性的閃光點 我覺得這是我真的我看到的烏克蘭人 烏克蘭有沒有壞人 可能有 哪國家沒有 我沒看見你不能 我沒看見你不能非逼著我看 這世上有這麼多美好的花花草草 你非讓我盯著一攤份來去看 我覺得這有點太匪夷所思了 我身邊的人確實就是這樣 當然了可能就是說物以類聚 人以群分嘛 他不是這樣的人可能走不到我身邊 那也有這個可能性 但我留下來 我喜歡這兒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些 我還說過有一個女孩 這也都是真事 得心慣了 得心慣怎麼了 我依然願意擁抱你 這些話一點一滴都讓我很感動 那因為你人在奧德薩 就你剛剛說的已經怠慢兩年對不對 就是常住的 不是來來來 就是 還沒 還沒 您說的怠慢兩年 是累計在這停留的時間 累計在一起是兩年 但是你問的是什麼就是以什麼身份 因為之前那個叫 我是Business Visa 所以Business Visa 就是搬過來常住 搬過來常住 從我有Residency Permit 到今天是也就幾個月吧 幾個月 現在是4月了 對吧 4月再往前加2月 6個月 所以 我以Residency 的身份 對對對 最近其實不長 那你身為一個在烏克蘭的外國人 其實你也可以去其他的國家嘛 你也可以到歐盟啊 就是歐盟現在開放嘛 就是會讓所有的難民啊 所有的要離開烏克蘭的人就是到 那你怎麼決定要留下來 就首先啊 到今天我打心裡 也比較排斥refugee這個詞 我知道這個詞在英語裡沒有什麼褒義貶義 但是爺們是站著吃飯的 我怎麼叫他們refugee了 我可能帶髒字了啊 我怎麼就難民了 我家房子被拆了嗎 還是他把我炸掉了一根一條腿 沒有啊 但是你是在戰爭區域 對 哎 你說的對 我是在戰爭區域 但是是他把我的家變成了戰場 又不是我去戰場找他的 那麼今天你是我的朋友 如果有人來你家裡殺人放火 我覺得我怎麼做 我不但不應該轉身離開 我應該衝過去幫你救火 幫你趕走那個壞人 這是男人該幹的事兒 這是我覺得作為您和我都是生活在歐洲 您肯定比我生活的時間長啊 我來這才七八年 這件事兒在歐洲我看起來很平常啊 就是我在的那些國家 就路上有一個人欺負個小女孩 你看會不會有 不說男人一堆大媽都得過去把她給摁那 對 那為什麼今天那都不是欺負一個小女孩了 那是來這殺人放火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在這種大事大非面前 有些人的價值觀就模糊了 你有恐懼我理解 人嘛都希望免於恐懼 但是你的恐懼 我看到唯一的價值就是助長了這些殺人犯的氣焰 讓他們更加猖狂 讓他們更加肆無忌憚的去作惡 所以我在很多我的語言中 我的視頻中 我在嘗試幫人們克服這種恐懼 因為恐懼是什麼 我真沒聽說我誰是被嚇死的 對吧 你可以拿導彈炸死我 我還能被你嚇死嗎 所以你的恐懼呢 真的 只是給敵人 讓他開心 對你沒幫助 也不改變任何結果 或者說你的恐懼只會讓結果 往你更不希望看到的地方去發展 所以我們要阻止這種恐懼 所以你覺得留下來是一種 對烏克蘭對自由的一個責任感 可以這樣解讀嗎 你讓我想想這個問題 因為你是可以理解的 你說說實話 你這個問題問的挺高大上的 我真沒想這麼多 這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你明白 就是現在 就是很順情自然 對 有人現在跑到我鄰居家裡 強奸他媳婦殺他孩子 我能走嗎 我得拿刀過去跟他拼命去 我真覺得就是這邏輯 然後你還問我 這一瞬間我腦子裡想到了什麼 深明大意 說實話是真沒有 你看我這意義很實在 對不對 你不可能你看這兒都殺人了 你馬上啪 拿出幾本字典來聖經 去查查我這個深明大意識 沒有 所以對你來說是一個自然不過的事情 你就是你不能離開 因為就是看到不公的事情在發生 所以你覺得要幫助你的朋友 對那些話是說 就是咱們沉澱下來以後 我是這麼來去給他總結的 我說就是 我的朋友都在這兒 這些孩子們都在這兒 他們都沒走 你為什麼拉我走 這片土地上到底誰該走 這些話都是情緒穩定下來 但第一時間真的沒反應這事兒去 就留下來了 哇這個 你真的是一個很勇敢的人 的確 你是一個很勇敢 而且你心很大 你說我心很大 我相信 就這樣所謂勇敢的人 真不止我一個 可能我也不知道怎麼就走運了 人家就是我成個焦點了 但我身邊這樣勇敢的人 比我更勇敢的人 真的有 他們還是烏克蘭人 他們也是中國人 也有中國人 也有當地人 所以我覺得 大家說我勇敢的時候 我真的多少心裡有些慚愧 我希望自己能更勇敢一些 那俄羅斯全力烏克蘭 就是2月24號以來 發生了那麼多事情 那麼多的慘案 從齊爾尼格夫到 布查的屠殺案 到現在的馬里奧波爾 你身邊應該是 這個按中文說 慶祝難書 你都念不過來 你看到 那麼我 我認為你身邊在奧德塞 應該看過很多 很多很悲慘的故事 那我想你同時也看到了 烏克蘭人的團結 烏克蘭人的那種 保家維國的精神 是的 你是 你認為這場戰爭 未來的發展會 走向什麼樣的方向 而你認為 像是歐洲國家 像是北約 像是美國 需要再做什麼事情 可以幫助到烏克蘭 因為您剛問的問題是 我認為它將發展到什麼方向 關鍵你別忽略一點 這戰爭又不是我發起的 也不是烏克蘭人發起的 那真是 我們只能說 你樂意打我陪著你 但是這場戰爭 我們希望可以和平的方式結束 但很多人也許誤解了和平的意思 所以我必須要重申一下 什麼叫和平 和平要建立在 至少我說的這三條的基礎之上 第一 拿了我的東西 你得給我還回來 第二 毀了我的東西 你得召架來賠 第三 殺了我的人 我不想讓你償命 但你要給我救贖 在這三點的基本條件以上 我們才可能去談 什麼叫和平 和平 絕不等於投降 這是說我認為戰爭將怎麼結束 戰爭將只能以這樣的和平的方式結束 注意是這樣的和平的方式 那麼至於說歐洲國家怎麼去做 我覺得呢 我也沒有權利去譴責人家 首先這些歐洲國家 是不是站在了人道的公平的立場上 幫助了烏克蘭 有的人幫助了這麼多 有的人幫助了這麼多 我不能因為人家幫助了這麼多 就去指責人家 你哪怕幫我移動了一寸 你也是幫了我 你沒有像有些國家一樣 去污衊他 去拖後腿 我覺得這話就說的很公平 人家幫了 你不能譴責人家幫的少 人家有人幫的多 那是更好樣的 但真該譴責的是視而不見的 甚至是潑髒水的 我都納悶了 我昨天聽新聞 這個 啊 是誰呀 又據俄媒報導 強烈譴責烏克蘭入侵俄羅斯的這種行為 國際方面來關注烏克蘭局勢 當地時間13號 俄羅斯國防部發布消息稱 注意到烏克蘭軍隊 對俄羅斯領土上的目標 進行破壞和攻擊 如果這種行為持續 俄軍將打擊 做出這些決策的地點 包括基辅 俄羅斯至今為止一直保持了克制 而沒有這樣做 俄羅斯 你現在怎麼會相信侵略者的媒體在寫什麼呀 你知道百度是哪家公司對吧 百度點抗 我現在就請你啊 能不能打開共享桌面 我分享這個話 你把那給我放出來 我今天就想查一下天氣報 我那邊是怎麼樣了 窩操 普京那個大號王八蛋還說 他只是承認頓涅斯克人民共和國獨立 他都沒說把那併入俄羅斯 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站在大日本帝國的東三省地區 你就這麼說話 明白我說這話的意思嗎 這個有點像 東三省也就承認自己叫維滿洲國 你這都把它東三省給併入大日本帝國了是嗎 什麼叫俄羅斯頓涅斯克地區 我特意又拿百度地圖查了一下 我以為俄羅斯也有個地方也叫頓涅斯克呢 沒有 在百度地圖你定位一查頓涅斯克就那地兒 人家 你這幾個意思 你可是一家有公信力的上市公司 對吧 是在美國上市的吧 而且是跟政府有關係的公司 這是在美國上市的嗎 你們一定要告訴 要披露給大家 這家上市公司在幹什麼 這個行為 你連俄羅斯都開始反了 俄羅斯都沒說那是俄羅斯頓涅斯克地區 你可想我在這每天都看見什麼 哎呀 這個燦爅啊 可能有天不會給我炸死 可能給我氣死 天啊 在納斯達克 天啊 咱把畫面切回來 你們就別把觀眾都給欺詐了 給氣死我了 超氣的 真的沒法用任何 實際上是烏克蘭攻擊了俄羅斯 天啊 我沒法用任何科學邏輯去解釋這事兒了 哎 有人相信嗎 這種很淋附的 不是 扯頭扯圍的謊言 有人相信人 我還能把 他要連這事兒都相信了 他還是人嗎 也是 所以你這個話問的有問題 我得批評你 什麼叫有人相信嗎 不過這真的很離譜 這真的是非常離譜 然後譴責烏克蘭 烏克蘭好好的 他們好好的 入侵 咱們又得叫什麼 替他說話了 烏克蘭在 咱順著他說好吧 烏克蘭在入侵頓涅斯克地區 俄羅斯對此表示譴責 這個在他們的邏輯裡邊好像是成立的 他連頓涅斯克都認為是俄羅斯的 所以烏克蘭在那兒有武裝 人家在收復失利 人家譴責 我又能說什麼 這些外星人 你怎麼能讓我地球人去理解外星的邏輯呢 那在他們那個星球 可能邏輯就是這麼做的 也是了 因為前陣子也看過了滿多那種小粉紅 你知道嗎 就是在那邊狂罵烏克蘭 然後 一直說什麼 俄羅斯很霸氣 俄羅斯很厲害 我得攔你一句 我得攔你一句 你說的小粉紅 你看我的節目裡 我都在去宣揚大家放下仇恨 給人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我都在替那些小粉紅 被你們說小粉紅的名字 我說的人家叫愛國者 是吧 然後怎麼樣 他們連我這都罵 我發現我錯了 不過我覺得小粉紅我不敢說小粉紅是愛國者 你知道了 他們不愛國 我發現我錯了 你要尊重人家的信仰 人家就愛吃食 你非攔著說那沒營養 那我就不對 去吧 你們就享受一下那個叫什麼隔離啊 什麼強制政策 我錯了 我不應該救你 好不好 就我替他說話他都罵我 哎呀 反正就是 他罵我不會改變我的人性 我還是一個善良者 我還是認為 他們願意哪天放下屠刀 他們願意哪天吃點營養早餐 別老吃那玩意兒 我們還是歡迎他來到文明世界的 但是你看到那麼多 罵你的人 那麼多出征你的人 那麼多覺得你在烏克蘭市 帶任務的啦 或你是什麼不愛國啊 然後現在大家要力挺俄羅斯啊 就是你對那些人 因為對你說他們有吃食的自由 他們有吃食的權利 但是太多人吃食 國家會亡國嗎 因為太多人被毒死了 你說這是吃食是嗎 還是知識 口言 吃食加賽了 吃大便 不是我說我今天都可以隨便講了 這個對 這吃屎是不是人權 人家這口味就這麼奇葩 你有意見嗎 我都不敢有意見 我就怕他學恐龍讓梨 他跟你一客氣 他讓你也吃 你受得了嗎 我受不了 當然受不了 我也受不了 是這樣 我剛才來你一句 我可一直沒有說俄羅斯 你說的俄羅斯 我一直說俄羅斯人 確實有好樣的 俄羅斯人也有我這樣的 他一開始就罵普京 反對給他戰爭 現在又有俄羅斯人去烏克蘭 加入烏克蘭的軍隊 有 有這事兒 有 而且還不少 所以我每次講的俄羅斯 我講的是政權 他的體制 對 你要澄清一下 不要說俄羅斯人 你甚至說俄羅斯政權 可能都不好聽 您乾脆就說普京政權吧 是不是他 普京跟他支持 因為他也有他的支持 外一哪天俄羅斯 你得給人家個改正的機會 外一哪天人家開明了 人拿出你說俄羅斯政權 不 俄羅斯現任普京政權 這是個身亡八蛋 俄羅斯那片土地上 歷史上有好人 未來也會產生好樣的領導者 我還是比較善良 我相信這些 所以我不想一下把人說死了 你也希望你理解我 這對中國的國家都一樣 我相信伊朗也有很多 就是覺醒的人 不喜歡這種的高壓的那種社會的人 想要住在一個自由的 就是你做 像人一樣的生活的國家 尊重人家的信仰自由 宗教自由 黨派自由 人 有 選擇一如既往吃屎的權利 咱無權干涉 我們聊一下現在奧德薩城市裡面的狀況 最近看到的 以及 你覺得 你覺得 俄軍會不會攻打奧德薩 會不會加力攻打奧德薩 因為他們是要掌握這個黑海 對 然後奧德薩 這個就特別不科學 你問這個問題就特別科學 俄軍會不會加力攻打 好多人問我俄羅斯打不打 打不打是個錯誤 他從戰爭第一天開始 每天沒打 對吧 天天就在打 一直在打 奧德薩也常常有空襲 有那種空中警報 就是他打了 他沒打下來 他丟人現眼了 你不能說這叫沒打 他沒打著 沒打死 然後他有沒有增加頻度 有 和特別明確的一個時間節點就是 就從你們說那個 光榮級莫斯科沉默 那一刻幾 我這聽到了空襲警報的頻度 那就明顯的上升 以前就是夜裡一天來一兩次到頭了 現在一天三四次 就今天早上 哎呀 昨天晚上我是三點一次 四點一次 六點一次 就是早上起來 十點鐘還一次 你就都到這頻度了 真的是要 這兩天呢 我們這聽到了很多零星的炮火 這個呢 以前我了解戰爭 也是看電影 和電影裡還真不太一樣 電影裡一向打仗 砰砰砰砰打半天 打個半小時 這邊的戰爭吧 就是你可能都捕捉不到這瞬間 就是你不經意間 就有一陣 一個明顯的炮火燒 然後你再入 沒了打完了 那現在奧德賽 因為有 就常常要躲在那個防空洞裡面 現在一些 食物啊 或那種 電啊 水啊 有穩定供應嗎 然後 網路會不會斷網 你這個問題問的我有點匪夷所思 我這又不是馬里奧波爾 當然我也沒住過馬里奧波爾 常常躲在防空洞裡面 說誰呢 我是真沒見著啊 我沒見著的我不能亂講 也許有人就喜歡住地下室 我真沒見著啊 第二呢 水電 水沒斷過 飲用水一直都沒斷過 嗯 電 電呢 停過兩三次電 停個半小時一小時的 我覺得正常電力維護 我們也 也不能拿這個去做文章 對吧 這是電力供應 網呢 確實有時候互快互慢 嗯 但沒斷 沒斷 技術上呢 就是說星鏈這個技術 就是 就是怎麼說呢 你 馬斯克的那個技術 我沒有明確的證據 但是我是IT工程師 IT工程師 我這麼跟你說 當兩組路由器在進行切換的時候 會有短暫的中斷 當它切換過去 你會覺得 速度會有所不同 當它切換回來 當它切換回來 這些都是叫叫無 seamless 你看不到的 所以我可以告訴你 網絡沒斷 天上有星鏈的衛星 網絡沒斷 但你問我 比如這一刻咱倆的通話 用的是星鏈 還是用的是光纖 這除了電信 誰都不知道 因為它那些星鏈 因為其實電線在 媒體上看的報道 常常說烏克蘭就是 有時候會斷網 有時候會就是斷電 有停電 有時候會斷水 那 就 這樣 烏克蘭斷網 是真的 特別是在佔領區 他們也用了一些 比較低級的干擾手段 使你的這種網絡的這種信號 特別是無線網絡信號 不容易順暢的傳播 它的目的呢 也很明確 兩個大主要目的 一個叫洗腦 能理解吧 就是 自由世界的網絡信息 你怎麼能看呢 你要看俄美 整天給你看俄羅斯的報道 發俄羅斯小報 跟你宣傳這個紅色政權 這真的我一點沒誇張 第二個目的呢 就是怕你來拍下俄軍的這個行動目標 然後把它發給守軍 因為這個老百姓做了很多貢獻 這裡拍藏了說 一會兒導彈就過去 這是斷網的事 然後 食物 食物我覺得我多說也沒意義 你可以就截取一些我之前視頻裡邊的這些真實的 我去逛街 因為我不是專門去拍 我就是逛街嘛 我本身也買的東西 稍待會兒拍一下接針的給你們看看 對吧 那你看超市裡有沒有食物 我就不多說了 我也不明白 有些人 我在幹嘛 我在盡量阻止戰場恐慌 從我的言語中 因為就像我說的 人還沒打你呢 給你先嚇死了 有的人他就喜歡散布這恐慌 叫賣慘還是叫什麼 我是不理解的 我不理解他為什麼這麼做 客觀的說 你要非拿著鏡頭去尋找 有沒有一個兩個空著的貨架 有沒有三個五個關著門的店鋪 我告訴你 有 沒有戰爭的時候也會有 你聽我說 對 那個店鋪他打仗之前他也關著呢 他本身他買賣做的就不怎麼樣 就沒什麼人 你不能這也來戰爭啊 這不是說我們沒吃的 你非現在要吃個蘋果草莓味的可樂 那你太挑剔了 那沒有 但是牛排有沒有 牛排都有 大蝦都有 我還要什麼 我非得吃那草莓味的可樂嗎 這就不科學了 那是 有一款我很愛吃的 我覺得真的是要消除戰爭的時候的恐慌 對 我告訴你 我也順著他們說 有一款我很愛吃的 奶油泡芙 是Roshan那個公司產的 那麼由於 可能由於戰爭原因 我現在吃不到那個了 那我不能吃 我吃牛肉好不好 那會有筆的 對呀 那你就拿這個又說什麼問題呢 還有一個 人家那個商鋪 你不能說人家叫倒閉了 人家有沒有放假的權利 人家打著仗人歇兩千行不行 打完仗你看他開不開門 所以這些個畫面是有 但是我對他還是 就表示不理解 就沒有大家想的嚴重 還有戰爭有沒有流亡乞丐的人 不打仗 這哪沒哪個國家 你們國家有沒有乞丐流亡的 看著很慘 要飯的 他跟你說他家沒錢了 過不下去了 你這個時候 你這個時候特意去描寫這些事兒 我不理解這有什麼用意 這個也不用戰爭 疫情爆發的時候 連波蘭也都出現了蠻多的 因為失去工作 沒有收入 他沒有疫情的時候 他也有體概呀 應該是大家看到每個訊息的時候 要去查證 要去過濾一下 就是不能相信 要去獨立的分析 都看一些不同的資料來源 我這樣去說 我並沒有說阻止你們去做慈善 但我覺得慈善要有一個明確的定義 至少我 我本人認為的慈善是什麼 你要給人提供機會 而不是麵包 一個就業的機會 對於那些有能力的人 給他一個創業 你投資給他 創業投資的機會 你給他麵包 他吃完了下頓還沒吃的 你給不完 第三呢 說立即要給的什麼 人家需要護具 防彈衣 頭盔 你給我 唯獨這最沒用的 就是你給我現金 你說現金我能干嘛使 我貼身上 我能防彈嗎 創業人家需要的是就業機會 你現在給的現金 給完了就沒了 現在要給武器 你要給頭盔 防彈衣就是 這是立即的 對 你要是長期的人道主義 你要給人家 投資和就業的機會 立即的給武器 給防彈衣 好 那非常感謝極限願意來參加我們今天的一個反彈節目 那因為我的觀眾大部分都是台灣人 然後最近在台灣媒體上 可以聽到一些說法 就是說 烏克蘭這樣子被俄羅斯攻擊 那下一個會不會是台灣 中共會不會敢 就是因為看到現在 烏克蘭這樣子被攻擊了 俄羅斯的這種行為 他敢不敢就是學他的好朋友 然後攻打台灣 我想針對這件事情就是 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 你想怎麼樣回覆我的觀眾 我就是您剛才問我中了一個詞 我覺得特別難聽 什麼叫攻打台灣 我本人反對一切形式的戰爭 我反對一切用戰爭的形式來解決政治問題的這種方法 你們政治家之間誰對誰有意見 你們出現上一荒地上 我們老百姓給你騰地兒 你挨那兒自己打怎麼吵都行 你別把戰火燒到我們家 所以不管戰爭爆發在烏克蘭 什麼美伊戰爭還是阿富汗戰爭 包括您剛才說的什麼叫攻打台灣 打哪我都不樂意 誰受欺負了我幫誰 政治家的事政治問題 你們在政治層面去解決 不要把問題升級擴大化 人命大於天大於政治 天下蒼生的命大於我自己的一個人的命 這是我的價值觀 非常感謝 感謝極限來參加今天的節目 也非常謝謝各位的觀看 如果喜歡這種內容的影片 請多幫我按讚訂閱跟留言 想贊助的話 在這裡跟影片下面會有配成這個網站的連結 我們下次見囉 再會了 再見 再見 再見